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间总结 我是林志堂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靠稳,护心300指数升10点 中午收市报3301点 上证中指中午收市报2729点升13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9点8070点 创业板指数微跌1点1351点 港股方面中午收市都升109点上来 中午收市报26311点 国企指数升90点10483点 大市半人成交487亿多 这个环节请是Jason和我们聊 Jason你好 看见市场连跌了五天 今早马亦都叫做有彈下 曾经彈过164点 但是升幅又收集一些 但是现在都是继续弱势 二晚六这个边缘上上落落 后市都是继续没有什么方向 后市的方向我觉得都是淡一点 因为就算你看到今天去彈也好 暂时的动力不是说太多 而且你看到过去那两次行指破底之后做的反弹 虽然幅度可能每一次都有千多点至到二千点 但是弹到差不多一刻 亦都会见到很快是有很大的沽压 就把市场倒下来 而且最近围绕着市场的因素都比较负面 而且这些负面因素不是一时三刻之间 就可以解决到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的增速 会不会有个明显放缓呢 之前不断说的PMI数据 就令到人家已经很担心 再加上最新看到IMF方面 都有过 或者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整体来说都调低了 特别就是对于中国去到2019年 那个GDP的增长目标 就由原本6.4% 就进一步下调到6.2% 即是说比起今年还有6.6% 6.7%这个水平来说 是会有个多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担心 就是说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有个比较明显的硬着陆呢 会不会导致公司的违约 整体金融的风险 会进一步的恶化呢 虽然你说央行那边 在之前那两天都做了一个降上的行动 但是看昨天市场的反应 似乎对于这个措施的信心 就不是那么大 就算你泵了一些流动性出来 银行多钱 能够借出街的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整体企业的借贷需求是那么强呢 还有是不是就等于可以完全援充到 贸易战或者人民币贬值 所带来的那个冲击呢 所以在这个因素出来之后 市场都不卖仗的情况下 都反映了现在市场整体的信心 都还是比较低迷一些 再加上美国那边 债息又继续扯上去 美金都还是强 令到很多资金都继续 是涌去美金那边 导致人民币和其他申请市场货币 都继续是有一个向下的压力 那这方面对于港股来说 也都不是说太过理想的 那所以啊 即使你说今天看到的指数 也有一个比较低迷之后 有反弹也好 但是这阵反弹 我觉得都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为主 暂时未见到一个很大的 基本面的转变 或者技术层面上面有个很明显的转势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反弹的朋友 都要打声十二分精神 好了 讲完大事又讲一下个别的股份 讲一下吉利先 跌幅最大的蓝筹 下半天来说 跌成3%下来 都创了超过一年来的一个低位 看看吉利就公布了 九月份的销售数字 总销两岸年都升到一成四 但按月就跌了大约是1% 如果股价来说 投资者似乎不是很收货 但是如果看一些大约报告 瑞讯又似乎看得挺正面 都继续保持着吉利一个跑赢大市的评级 就说因为九月份的销售仍然可以保持到双位数的增长 你又怎样看吉利这条数 是不是跟瑞讯所说的 都可以继续看好这股份呢 我有保留 基本上看到是今次的销售数据 你说按年来说 升得14% 基本上这个升幅都应该在这两年多里面 是一个最低的水平 比较八月份方面 按年的增幅都有三成 或者说头九个月都有三成多 很明显看到 九月份的销售明显放缓了 特别本身传统来说 九月都是一个卖车的旺季 但如果按月比较 看见九月份甚至乎比八月份 都有个按月的下跌 代表着今年的旺季的销程 都不是太理想的 还有看回头九个月 整体卖车的量 只是达到全年目标的七成多 七成半都不够 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担心了 如果现在内地整体汽车的需求 第四季进一步向下 或者竞争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会不会真的令到全年销量 都未必那么容易达标呢 又或者勉强要跑数回来 那会不会到最后 都要有个很大的减价 可能好像长城那样 都要给更多的折扣 给一些经销商 就是希望可以将自己的货 暂时叫做先去 但是这个动作也会到最后 令到公司的毛利率方面 平均售价上面 会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短期里面 我觉得整个内地汽车的板块 都不适宜看得太好住 特别你说吉利本身 过去那一两年 整体的增长是那么高 基数是那么高的时候 只要未来保持不到增长幅度 我相信市场上 仍然会有条件继续沽下去 所以现阶段 看回吉利来说 股价走势上 也不见得到很明显的好转 今天都破了之前的低位 也承接过过去那几个月 不断走的一个浪低于浪的形态 所以短期里面 即使它有些反弹也好 但弹度上可能 可能是十三个、十四个多至十五元 等于这些位置 同样的阻力都会相当之大 除了吉利有消息之外 今天内房股也有消息 就是说这个版法 也很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左右 今天就有说 郭务院总理李克强 希望可以尽快取消货币法 安置一位政策 即是在彭改方面 彭改即是一些重建的项目 过往就是 我拿了你的房子 要重建的话 便会给你一笔钱 你自己的再置业 但现在就说 希望可以取消这个制度 对整个内房的板块 是不是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是的 这一个消息 都不是今天说的 几个月之前 都有 例如那些官员 讲过相关的说话 也有很多相关的报道 所以今次市场上 对于这个消息 就不是什么很新鲜的消息 亦都预计了 整体的贫户区改造 安置政策 会有个实质上的转变 之前就是一个货币政策 给你现金帮你去买房子 但是由于这个政策 在过了几年 都令到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 推到它很高 令到很多发展商 都可以借助这个 所谓的补贴政策 令它们有个很丰厚的利润 但是当现在的楼市 似乎都有个比较刺烈的地步 之前去库存的功能 也都叫做完成了 基本上我都相信 几大的机会 就说未来 在那个安置政策上面 会有个调整 或者由货币的安置 就变成来实物的安置 对于整体房产发展商 特别一些 主要之前 在三四线城市 买地 或者收购那些公司来说 可能所带来的冲击 会比较大些 当然 如果你说内房股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也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去主导 例如说整体的调控是否升级 以及看到刚刚的黄金周方面 很多城市的楼盘都说要减价来卖 所以变相在这个气氛之下 我相信这个板块短期里面 很难会有个好的表现 好啊 看到这只碧桂圆 特别是创了一个52只新低 8.64 都振了很多下来 大家可以留意相关的消息 这次也和Jason谈到这里 Jason有持有上述台的股份吗 没有持有 谢谢Jason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子 稍后回来再见